空中 选字依若芬 感官东亚 我惊讶地望着他 他说得认认真真 我不解 遗言已经交代好了 他说 我没听错吧 这位一口流利华语的日本汉学家 提到他今天的最后一次课 明天他要启程飞往外国 我说 先生真会说笑 是交代学生休讲时 应该读的书和功课吧 他摇摇头说 不不 也许不能回来继续给学生上课呢 还是说遗言吧 天有不测风云 何况 我们飞行在风云里 我在心底说 经常能感受到 日本人做事的周到细心 到东京和他见面的第一天 他拿出记事本 满怀歉意地表示 我在东京访学期间 最后几天 他已经接受邀请 要去外国开会 不能全程陪同 提前安排送别餐具 很不礼貌 我也为刀反主人 特地为我波容破费 而表达谢意和歉意 不好意思 用致歉代表感谢 这种日本式的情感呈现方式 台湾人大部分也都很习惯了 虽然有流于俗套之嫌 我曾经稍加克制 不过在日本 几乎天天说 也天天有人对我说 为我安排的送别聚餐 第二天要离开此地的 其实是主人 他说 不知下一次见面 在何时何地 要好好地 互道珍重 我们一年 总有几次需要飞行 每一次飞行 都仿佛冒险 把生命交给别人 所以 如果回不来 家人和学生 这些我们周围最关心 最亲近的人 会有什么反应呢 先把最后的话说了 可能自己没有遗憾吧 人生的遗憾 是没有好好地道别 我想起 李安导演的电影 少年拍的奇幻之旅 这句话 让我反复咀嚼 过去 从台湾岛的北边 到南边 一般正常的行车时间 在七小时之内 或许 这造成了我的交通时间感 搭乘超过七个小时的汽车 或火车 让我焦虑和烦躁 坐立不安 只要有飞机 可选择 我不想坐车 有人告诉我 别在乎节省 那一点时间 坐车 比飞机 安全平稳 我总反驳 在地面 发生交通事故的比率 高于空中 还自以为 潇洒地说 从空中坠下来 死得干脆 我可不愿意 因为车祸 伤成残废 以害家人 我的朋友里 也有和我一样 喜爱飞行的 爱吃飞机餐 爱看飞机上的影音节目 为此不眠不休 还舍不得到达目的地呢 可惜 个人不能符合 当空服员的 种种条件 否则 一定投身 飞行工作 我晓得 许多国家 都有培训 报考空服员的 补习班 韩国的大学 还有专门的 空服员科系 本来放在衣橱上方的旅行箱 后来立到了墙角 飞翔成了我这一年的关键词 离开地球 遨游空中 想象庄子里遇风而行的列子 逍遥 逍遥 没有乱流 引起空中颠簸的话 我也写过遗嘱 在空中 有一次 临时 必须从新加坡 飞回台北 直飞的航班 订不到机位 只好去香港转机 返程 依然要经过香港 吃过餐点 看完一部电影 飞机还在空中翱翔 看看手表 既然已经过了三个小时 我记得 这班飞机 比预定的时间 晚了半个多钟头起飞 但是 从台北 飞香港 要不了两个小时 怎么回事 难道 我搭错了飞机 我急忙搜出登机证查看 没错呀 这时 机长广播了 香港 有台风侵袭 风速过距 飞机 无法降落 现在 折返台北 被台风 刮着下子 会错过我 接着要搭的航班呢 飞机降落台北 无风 无雨 万里情名 第二天 我有重要的工作 今晚 非得回到新加坡不可 我请求空服员 让我下飞机 打算在机场 买直飞新加坡的机票 空服员问我 你确定 今天还有直飞新加坡的航班 而且 还有空位 我打开手机 上网查询 并且 联络台北的家人 是的 还有机位 五十分钟之后起飞 我要求下飞机 我不要去香港了 空服员劝我 来不及的 你要取出托运的行李 还要再买票 然后办理登机手续 我打开安全带的扣锁 我不要再飞去台风圈里 空服员说 我们很快就会再起飞 你别站起来 二十分钟之后 飞机重新起飞 盘旋香港上空 机身上下摆动摇晃 乘客们连连尖叫惊呼 窗外的云雾 一阵红 一阵橘 一阵黄 不知道是飞机的灯光 还是天空的闪电 我听到嗡嗡作响的声音 不知道是来自耳朵里 还是机舱中传出来 机长广播 要大家做好 继闻安全带 我们继续尝试降落 不要降落了吧 飞回台北吧 机长 你别勉强呢 我哪儿都不想去了 我闻到呕吐的味道 控制自己的呼吸 头晕 挣扎着 拉出前方座椅下的皮包 翻出记事本和笔 我歪七扭八地写着 遗嘱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我的肉身 以及我的遗嘱记事本 到了大海里 只是泡沫 我是伊若芬 为您介绍我的书 感官东亚